森林商业中心黑店风波闹得沸沸扬扬 商场管理委员会今天表示 由于权限上的限制 因此他们没有权利终止黑店的租约 或者是驱逐他们 他们希望政府和执法单位能够介入 同时也呼吁将店面租出去的业主 关注租户的行销方式是否妥当 森林商业中心管理委员会召开记者会表示 他们的确知道中心内有两三家亥群芝麻 使用不当甚至是欺骗的经营手法 但是碍于权限委员会对他们束手无策 他们说中心内目前有四成的店面 是业主出租给第三方经营 委员会无权干涉 委员会也说事发前 他们曾经致函多个部门 包括律政部 内政部 旅游局和警方 要求他们介入协助解决森林中心黑店的问题 但是有关当局以问题应交给消协处理 而未有进一步的行动 委员会在上周的一个消协活动中 已同消协会长临谋权接触 对方答应会将问题带上国会讨论 委员会强调 目前森林中心约有500家店户当中 只有不到10家被列入黑名单 为了减少黑店的问题 委员会将同时采取多项措施 包括举行投选活动 让顾客选出最佳商店和行销人员 同时也设立客服中心 让顾客对他们的权益以及所购买的产品有更多的了解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